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会震撼台湾的选情 看起来蔡英文又要把这个账算到赖金的头上了 赖金到底是冤呢 还是他根本确定是在主呢 我们真的要请专业的新闻人士来为我们点评 我们尤其到香港了 我是好朋友 他是总编辑郭一鸣国总编 有请郭总 郭总你好 你好你好 欧教授 是我们看到蔡英文在英国伦敦那边 真的是被法院单位公布的所有 当时候的伦敦政经学院 从2019年6月到11月 总共2000多页 他们串供的所有email的译文 而且是原文照刊 家总起来听说是数百万字 现在台湾把它截录了 大概是十分之一 而且是整段整段的录 是整天整天的其中选的大概是将近三四十天 把它给意义了出来 而且这些段组据说很多段组非常精彩 甚至直接指的蔡英文的黄总编说 你那张笔就是假的 这话都在里面 那么这样的出来当然会再次的惹怒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最火大就是这件事 传说这个事情是连柯建民都不敢在府内 跟他谈起任何一丁点 因为这会使得大小姐暴跳如雷 看起来这个事确实是她的灶门和死穴 您认为这个书既然已经出版了 而且没被进操赏了就印出来了 不知道是印了几万本还是几十万本 您觉得这个事情一旦发跳开来 那么蔡英文会不会进一步 对赤英文的选席有所影响了 郭总 郭教授 根据我的这个经验 384页 按照如果是中文的这个篇幅的话 应该有30万字左右 那么这个内容应该是非常的丰富 我个人非常期待的 看到这本384页的这本书出来 究竟有哪些料 我非常期待要看到这些内容 那么一旦这个书出来以后 肯定会引起一个很大的新闻旋风 大家要看内幕有什么 相关的新闻机构的这些人 也会跟进 会找当事人做一个回应等等 这是肯定的 那么好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个丑闻 假如有这个丑闻 有进一步的内容的爆料等等 肯定这里面 对于蔡英文应该是不利的 虽然蔡英文多次否认 但是相关掌握的这些人 包括在这本书里面 可能有更多的指向 更多的确凿的政绩来指向蔡英文 那么显然 如果我们说 如果说这个料爆出来的 这个是铁证如山 那就是蔡英文 就是假论文的话 那么这里面 肯定会对赖英 赖清德的这个选情 肯定会有影响 第一作为他的副手 这个形象上各方面来讲 首先是会有很大的 这个牵连 他要怎么说 他要怎么来说 更重要的一点是 本身在媒体就说 所谓蔡英文的 假论文的爆料人 就是赖清德 或者说跟他有千丝万里的关系 那么一旦这些料都爆出来了 那么他要怎么 他本身 他要怎么表态 他要怎么 他是澄清 这个事跟我没有关系 那恐怕 这个 大家会觉得 你不是应该 在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护主吗 因为你毕竟是蔡英文 但是现在蔡英文 还是你的老板 你不是应该护主吗 你不是 你不应该划清界限 是不是 那好 如果他 他护主 他说 他出来帮他澄清 那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东西 比如站出来说 其实那个料就是你 或者你的手下爆料的 那不是他一下就完了吗 那不是就完了吗 所以呢 对于这个赖清德的选情 一定会有影响 胡教授 是 而且我们看到啊 这个逸文啊 他是中英文对照以外呢 还附了一个版本 什么呢 就是蔡英文 他把他自己那本 自称是博士论文的假论文啊 他是全文的390多页呢 放在台湾的央土 而且每一页呢 还要求干了浮水印 那么现在呢 这个议者啊 也把这本书啊 全文呢 作为副本呢 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因为啊 我们看到 这个蔡英文的所谓假论文 他光是目录页的前六页 就错了79处啊 而且全文文法错误 再加上单字拼错呢 总共又超过1000处 如此一来 大家马上可以对到出来 这个论文是真是假 因为 伦敦政经学院的论文长什么样子呢 事实上呢 在这个书里面 还有附一个另外的论 就是作者或者议者 亲自啊 到伦敦政经学院图书馆 去做了采访 人家的论文 封面长得和他不一样 封这个侧面的防伪线 也不一样 版本开出大小 也不一样 还有版权页 也完全不一样 甚至连印刷的纸值 通通不一样 如此铁证 确实如是 而且还有一个 是访问啊 他们的图书馆员问说 有没有蔡英文这个名字 任何著作进过这个图书馆 因为那个就是 正常所有伦敦政经学院的 每一个博士毕业生 毕业生的论文区 结果呢 怎么查 都是盘古开天以来 从来就没有蔡英文 这个人民的任何著作 进到这个馆内 而且连借阅的记录 也不存在 照这样 您认为 蔡英文如果赖不掉 会不会更是脸红心跳 而且脾气大作 来对他心里面所惦记的 这个赖金德下毒手呢 您的看法 现在啊 即使说啊 就是欧教授 您刚才讲 即使所有这些都发生 恐怕他要对 他就最后认定 就是这个赖金德 或者他身边的人 来在这个事件里面呢 是扮演一个黑手 那么我相信到最后这个关头 他也没有 已经没有能力 能够把赖金德拿掉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 如果在铁证面前 然后他再把赖金德拿掉的话 那肯定 我相信会这个党内 国 这个民进党党内的一些人呢 也不会同意 因为 毕竟这里面涉及到 不仅仅是蔡英文本人 因为也涉及到 整个民进党的这个形象 包括这次大选的这样一个命运 所以呢 蔡英文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一旦披露出来 铁证如上的情况下 那么蔡英文 自有他的一个应对的办法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了 这个事情也纠缠了这么多年了 那他每次 他都似乎都能够用一个 他自己的办法 来把这个事情给 这个党过去 或者党回去 那么这一回呢 我相信他也已经准备了 若干版本了 你在蔡英文 一定会有若干版本 来为这些 这个政绩 在政局面前 他会有他的说辞 比如说 您刚才讲的 他的论文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那有什么 那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长得不一样 就说明他独一无二呗 是不是 所以 所以等等 他应该请你做顾问 那是不是 那长得不一样 那不是我的问题 那是伦敦政绩学院 他们的问题 他们给我的长得就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说我的论文长得跟别人不一样 你去问 伦敦政绩学院吧 等等等等 所以呢这个事情呢 反正呢 如果说真正披露出来的铁证柱上面就证明他就是假的 反正他的任期也到了到了这个最后了 台湾的民众可能受骗了八年 但是他自己可能最后在临走之前被这么爆料出来的会用我们香港的话来叫做衰烧霉 就是最后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就抽掉了就是最后是这个大不了对他个人就这样那赖清德会不会对他秋后算账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如果说赖清德最后当选然后这个料也爆了之后要最后让他这个收一收尾了 这我看估计赖清德算了就放他一门吧也可能啊我想啊 郭大叔 有另外一件事情值得跟郭总编还有所有观众分享啊 据说啊根据蔡英文这种态度啊 再加上从南到北对于政治人物呢 都有一个有趣的评断 在台湾要重振要有三大要件 这三大要件不知道郭总编是不是有听过啊 嗯请讲 啊来第一坚持 第二厚脸皮 您要不要猜猜第三条是什么 呃这个厚脸皮这个是 一是坚持二是厚脸皮 您猜第三条是什么 呃第三条我还不知道就是 来您听了果然会笑歪了 第三条叫做坚持厚脸皮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大家观众听到啊 台湾的政治人物从北到南的这个啊这个流行语 而且是认真的检验你是不是适合干一个政治人物 你必须有三条要件 一坚持 二厚脸皮 三坚持厚脸皮 我相信蔡英文他真的达到了 他可以达到一种超过常人境界 用英文说叫做lie to her soul 就是向他的灵魂说谎 感谢郭总编 谢谢欧教授 我们期待这本384页的爆料著作的问世 好我们一起来观看奇闻共欣赏 谢谢郭总编 谢谢欧教授 谢谢郭总编